报告上面看出来呢 警政署表示啊 从95年以来啊 台湾只有481件 那么银行的部分呢 也只有20件 看起来好像很少 但是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说在这个统计的数字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是犯罪黑数了 因为对于那个因为隐性的 不敢伸张的 这些全部都没有出来 可是我们从这个数额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就看到非常非常严重 那我想请问一下副主委 就是说我们虽然啊 有个金融机构作业委托他人 处理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办法 这个办法里面呢 第14条也说到了 禁止暴力啊 禁止用其他非暴力的方式来骚扰等等的 而且里面也提到就是说 如果发现金融机构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呢 他可以终止委托 然后呢 如果是经到经过起诉 我这边法条都帮你说了 所以你不用找 我都帮你列出来了啊 经过起诉之后呢 你应该要终止委托 但是我想请问副主委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实际上面按照这个条文 17条第一项 终止委托 或者是起诉之后 应终止一个是得终止一个是应终止的件数有多少件 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对金融机构的一个处理 我们从95年到现在 回答我问题 因为我有好多问题 我不想耽误别人的时间 我只有问多少件 印象里面已经有七件做一些处理 七件是在因为他起诉 所以你终止 还是说七件含了 即便他没有起诉 你有市政明确 你就已经终止 我们做行政上的处分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一件终止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金融机构作业委托他人处理内部作业制度 及程序办法里面 所谓的对于这些暴力骚扰 也就是今天本院委员所提到的东西 虽然他在法律上面有规定 但是我们没有执行 我们只有做程序上面的处分 你没有把它终止掉 他已经有这样的暴力 已经有这样违法吹讨的情况之下 你只是给他一个行政处分 你没有终止掉他的受托 他以后还是会再犯不是吗 这个部分我们同仁尽快 没关系 有这个终止的案例 多少件 从以前从这个法令开始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件 你终止了多少件 我这边的资料 包括得终止跟因终止 终止了多少件 有七件 七个银行 就是七家的银行 我们做了一些处理 多少件 我们一直在问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度就是在 本院委员在问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行政官员回答的呢 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现在问的是多少件 副主委 如果您不能回答 会后回答也可以 好 会后我们把这个资料具体 再送给委员 本席需要知道的就是说 到底这个办法呢 我们落实的情形是怎么样子 有没有只有因终止你才不得不终止 有没有实际上面很务实的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办法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请教副主委 会后回答是没有关系的 本席一直都容许会后回答 因为不是在考试嘛 第二个呢 我们提到了 这个其实经管会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加许的啦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3月14号 我们在金融机构出售不良债券 应注意事项 我们加了一个第四点 第四点里面呢 就有说要约定不得不当的一个催修 这个概念本身来讲 其实是不错的 可是呢 在这个里面呢 有几个问题 本席要请教副主委 第一个 102年3月14号 在订定这个规定之前的 怎么处理 你有同样的要求 他们不得为不法的催修吗 你也没有溯及哦 我没看到你有溯及适用 第二个 在你的办法里面呢 也没有规定他违反会怎么样子 也就是说 你规定的说 你希望 可是你没有去落实 我们现在看到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你既有的规定 对于金融机构的部分呢 你有没有确实是落实 你的办法 这个等到会后 今晚会会提供嘛 对不对 第二个部分呢 是说好 对于金融机构出售不良债券 NPL的部分 不是金融机构自己去催修的 是给AMC的部分去催修的话 你要求AMC呢 他不得不为 这个不当的一个催修 你这个是从今年3月14号增定的 本习一再讲 这个增定 这个善意 这个政策呢 基本上应该要肯定 但问题是 本习的两个问题是说 对于3月14号增定之前的 AMC啊 如果他做不法的催修 你的处罚规定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一样 依照现有规定就可以来处理 现有哪里有规定 哪一个规定 比如说这个 现有什么规定 刚刚第14条里面就有讲说 他不得有暴力等等一些 不当的债务催修行为 这个在现有规定就有了 副主委 那我们来若许执行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话 我刚刚特别帮你分 我为什么用投影片 就特别帮你分 一个是金融机构啊 一个是金融机构出售不良债券 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啊 副主委 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一个你是对金融机构 你一个对的是AMC啊 你对象是不一样 你怎么能够把 我知道 那跟委员报告 现有的第14条 就是对于这个 这个受托的这个机构 他要进行查核 然后要求这些受托的机构 他不得有不当的债务行为 你现在讲的是金融机构嘛 金融机构去委外去 是金融机构对于受托的 他要进行查核嘛 对不对 但是我讲的是对于AMC啊 你查核他有什么用呢 你有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处罚的规定 让AMC不会做这些违法的催收呢 你的规定在哪里 我刚刚前面还先夸奖你一下说 你有这个概念 你最起码现在还要求买售人啊 AMC不得不为不当的催收 副主委 不能够回答的话 会后回答也可以 我这个部分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目前已经有两个规定 就是目前的规定 包括刚刚您讲的 是 今年三月之前 就是这个 你不能再把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不得再不把不良债权再转售第三人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 他要委托员出售金融机构 或指定同意的催收机构 进行催收作业 不是吗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说如果AMC做不当催收的时候 你的处罚规定在哪里吗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就 必须要终止契约跟这个 你的依据在哪里吗 在这里面现有第十七条 十七条的规定是金融机构 委托他人的情形吗 我现在讲 你一直在跟我绕圈圈 我一直在讲 一个是你对金融机构 一个是你对金融机构 受托的机构 两个课题是不一样的 你对金融机构的处罚 已经讲了 我在这次再讲 就已经第五次了 我现在讲的是 你对AMC的部分 你的处罚 他的依据在哪里 没看到吗 在你的金融机构出售不良债权 因助理事项 里面规定在哪里吗 你现在有困难回答 你可以会后回答 因为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透过金融机构 你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透过金融机构之外 你对AMC没有任何处罚的规定 对 因为AMC并不是特许事业 金管会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好 那其他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就是经济部了 按照你这样讲 他是跟经济部商业是登记的事业 那谁是他主管机关 目前他是登记事业 所以我们对于 回答我的问题 他的主管机关 如果不是金管会是谁 目前他只有登记 跟经济部登记 是吗 那是不是就是经济部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找经济部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虽然不是特许 主管机关不是金管会 金管会对金融机构 注注在这一块 我们该做合理规范 我们都积极在监察规范 我们需要绕这么久去请求你 对于AMC 现在所有发生的问题 难道不是就在AMC吗 对于AMC的部分 你不能够去做规范吗 你只能够告诉他说 你金融机构卖给AMC的时候 你要在条文里面规定 那怎么样呢 规定怎么样呢 要求金融机构策定落实执行 好 你自己都没有落实执行 你的对金融机构的部分 你要求金融机构落实执行 好 我要再提到的一个 因为你浪费我太多的时间 一直在重复 所以对不起主席 让我有点时间把我的问题问完 因为太多时间一直在重复 因为我要赶高铁 那个不良债券的监理 我们看到93年到94年 我把题目讲完就好了 93年到94年的时候 中华商营低价出售 他的不良债券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在坊间呢 他认为说 他透过这个不良出售 低价出售的情况之下呢 他造成他是掏空公司嘛 那按照这个 这个金融机构出售不良债券 注意事项第五点的规定的话 我们原则上是公开招标是原则 另外呢 是说公开招标没有成交的话 那个第二顺位的 他可以去跟他做溢价嘛 那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也是很容易产生 就是说如果是有官商勾结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发生这么问题 我们要请教金管会在会后回答 就是说我们对于金融机构 处罚了多少家责任是怎么样子 对于受性人员 因为最重要的是你的受性嘛 你的受性做的不好 他当然会有不良债券产生嘛 你对于受性人员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 你处罚了多少的受性的一个人员 第三个 你做了什么样的风险控管 除了你规定了那个条文之外 还有啊 最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说我要提到的 我们在那个财政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对于基金的监理啊 我们一直讲到说 基金呢 如果是一个percent 投报率多一个percent呢 老百姓的提拨率 就可以少四到六个percent 我们从嬴政案 2010年9月发生 低金控2010年7月8月左右发生 到元大宝来 居然2010年到2012年 我要请问一下 我们还有多少的弊案 他是不能够一次把它查出来 要逐一的随时就报一个 随时报一个 这个对国人的保障是怎么样 我要请教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做这些的查核跟防堵呢 这些资料呢 可能特别拜托 特别拜托 那个金网会呢 在会后的时候提出来 很具体务实的回答 以上 谢谢